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 给个like我们 就可以在Facebook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了 大家好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来回中山西区的钟女彩虹 是我们今年里面第二次的 其实拍摄钟女彩虹的最新现况也是其次的 我们主要想趁今次的机会去一去之前提过 就是中山这边的华润万丈城 其实已经拆签收购的部分做得差不多 所以今次给大家看看现场的情况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看未来华润万丈城的现场环境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旧楼就是马山旧的那边 就是华润和座这边 就是华润的那边 就是这边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图 这边就会做个食指公圆 这边的图片 这边的图片 全部都在那边 然后再做好一点点 保留另一个旺监 左边的一段 就开始找到这边的图片 放上去 大家也十分期待 数年之后 这个将被华润大大改造的区域会变成了 也十分期待这个中山的万丈城 当然也还有位于石旗北的欢乐海岸 现在已经动了工了 也有相关的新闻和图片为政 已经动了工了 最后想说 现在画面里面看到的摩天伦 是属于轻中广场奇缸的一段位置 也是现实中山石旗的一个地标 而这个地标性的摩天伦 正式名称就是幻彩摩天伦 中类彩虹其中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它位于未来会建成的中山欢乐海岸 和万丈城的一个中间点 去两边都差不多时间 都是很方便的 所以都食正两项大基建的一个前景 在对上一次我们过来这个中类彩的时候 我们也提过 基本上这个项目 是拥有中山里面最齐全的一个会所 也都有相移的部分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是市区为止 就不会属于好像度假盘那样的 距离上次过来都夹了好几个月 我们又来看看现时在售的一些产品到底是怎样 我们整个楼盘的话呢 是占地面积的话呢 是355亩 增了一双四期来开发 这边是一期已经全部卖完的了 二期这边呢 主要是卖二栋这边的一个户小 133到141 均价的话呢是1万6毛胚的 这里面 另外七栋这边呢 还有一个有四套 这个带装修的 141带装修的均价也是1万6 带装修的均价1万6 然后这边是三期 三期这边是四栋古城的 86平米到116平米 带装修有毛胚 毛胚的均价1万5 带装修均价1万6千山 四期的话呢暂时还没开售 这是什么地方是吗 这条路是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这条路 对 我们这边呢 自带20万平方比的一个商业 电影院呢 肯德基啊 市餐厅啊 这里都已经有了 都已经全部都开用了 基本上是这样 别墅这边呢 还有20来套别墅 198方的八两排别墅 嗯 收留时间到2021年的5月31日之前 了解完这个模型的规划呢 可以准备去看市委的了 由于整个盘比较大 去看市委一定要坐车过去市委区那边 其实中旅坐用这个项目呢 可能他始终都是香港发展商去建 亦都考虑到港人的需要 他就建了一个特大的港式会所 亦都在项目里面 设立了一些的套物的商场等等 那本身来说呢 就没什么所谓的缺点了 唯一呢 就是他现时的定价 真的略为高了 因为讲着万六元的母币价 相信比很多中山石旗 或者西区的很多项目 都要略贵一点的了 对吧 坦白说了 由室友中心开车过来这一边 第三期新的组脱 其实都讲要三分两四分钟的 最快 所以你可以看到楼盘到底有多大 也可以看到在三期的基座部分 有一堆的商铺会在 现在来到示范单位楼下 这个商业街的设计感觉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来说 就挺合我心水的 这项目呢 就是两梯四户的 这两个呢 都是同一个户型的 107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款 107平方米 三房两厅两位的间隔 空间感是非常大的 走过这边呢 右手变成一个厨房 来到这间客房 空间感就相当不错 可惜一个窗位开得小了些少了 这个洗手间 装修整体都很好 不过要记得 现在是毛皮膠楼的 现在你看到的装修 是要加钱才能做到给你 好 至于这间主人房 无论空间感和彩光 都算是相当理想 那我露台呢 我们看看 这间主人房 虽然说不是十分之大 但是呢 空间感都够用 看回景 看 这个呢 就是115 挺好型的 走进去呢 有个入户花园的 左边 左边是厨房 还有一个露台 在这里 去浪 衣服 还有洗衣机 看回来 我们右边 就是一个客厅 看回来 右边就是一个客厅 左边是厨房 左边是厨房 另一個客房 主人房 套廁 樓盤和市位的介紹雖然就到這裏 不過在片尾我們還想讓大家看看 附近的一些大型醫療配套 就是這裏屬於市區位置一間很有名的中山市中醫院 就是現在看到中山市中醫院 看到它的大門口位置以及進去的門診樓 也知道它相當具有規模 整個中醫院是非常之大 我們剛剛足足兜了兩分鐘才到第二面 其實住在市中心位置 都不只是這些醫療配套比較理想 你附近去消費購物大型商場等等 包括這一邊也有些食街等等都會比較充足 最後都不厭其反提多一次 片頭裏面我們提了中山的萬象城 那個拆遷的地方 將會已經準備動工 另外有一個已經動工的人 就是寬樂海岸 是由深圳華僑城投資的 而現時華僑城 作為一個主題公園集團的規模和實力 已經全球排第四 而寬樂海岸去計 也知道它不只是發展主題公園 其實是一些大型的商業配套等等 商場等等都做得很好 那將來中山的萬象城 以及寬樂海岸建成之後 會不會令你對中山整個城市看過一線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聊聊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 最後提多次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我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拜拜